是中华財經台 晚安 歡迎收看 板田戰法 1月18號 台北股市在7600點附近 那當時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任何拉回 你都要跟國安基金 站在同一個方向 你要非常明確的做多 當台北股市昨天最高 幾乎來到7900的時候 那我又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我不跟你為言聳聽 你應該短線 短線上 你如果持股多人 你要開始做減碼的動作 因為基本上 這個地方我講得很清楚 它是一個區間的震盪 好 這是一個區間震盪 我講過非常清楚 這是一個7600到8000之間的 一個區間震盪 你應該低進高出 來回操作中小型股為主 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我跟你講未來的走勢 那今天禮拜二 今天是禮拜二 明天禮拜三 那晚上10點到12點 會上前線百分百 如果你想知道 未來台北股市 我的看法的人 那你可以收看 明天晚上我跟你講的 這個節目的結果 未來趨勢的結果 我會跟你講 但是在這段我先提醒你一件事 如果台北股市的油價 油價在這兩天跌破前低 而7627不守 假使這兩個條件同時成立 油價跌破前低 因為油價昨天又暴跌 油價如果跌破前低 而大盤7627又不守 你記住我跟你講一句話 大盤一定回撤7203 我講得非常清楚 這兩個條件只要吻合 油價跌破前低 因為距離前低可能還差三四塊 那前兩天你看反彈9% 昨天又跌個6% 那如果跌破前低 然後指數不守7627 必定會來7203 我先跟你把這觀念先建構起來 沒有說一定這個地方是多是空 你不要預設任何立場 因為它畢竟還是空方式 西坡的一個阻碟修正 假使你未來你看到的是 這個地方油價跌破前低 跟7627失守 接下來的支撐只有一個點 只有一個點叫7203 那你不要在下一個階段當中 太相信政府的話 我先聲明 這個階段我只是看反彈 我講得很清楚 一檔一檔股票做事 可以讓你賺錢的 特別做什麼股票 我大概來跟你講 那在這個階段當中 我要提醒你 為什麼要注意這件事情 這是1月18號 這是1月18號 禮拜一 這是八大關股航庫 這八大關股航庫 這是1月18號禮拜一 當國安基金宣布指數 在這邊互盤延長的時候 當天大漲他站在賣方 當昨天台北股市大漲他站在賣方 他還是站在賣方 那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政府的講話 我覺得是都不要去相信 盡量是以一個基本面 技術面去看待就好了 為什麼 我覺得政府應該是這樣子 你應該把重心 避免去干擾股市 盡量是讓股市健全 不管抓凸英 抓內線交易 不管是維持股市的正常運作 制定好的策略 降低這個所謂操作的費用 降低稅率 降低證交稅 證手稅都降 讓股市活絡 那是最正確 而不是說這個地方 告訴你要互盤 告訴你怎麼樣 結果口說不一 然後這個所謂的行為不一 結果大家就被騙 騙幾年之後 大家都不相信了 你看這一波台北股市 在上禮拜三的時候 最低在7600多的時候 我上前線百分百 我每一次都告訴你未來趨勢 那我今天先提醒你 如果有兩個條件成立 油價破前低 然後大盤過 跌破7627 記住接下來的修正 只有7203是它的支撐 正常的下跌是不能去談支撐的 就跟上漲一樣 多頭行情不看壓力的 因為見壓不是壓 空頭行情是見關不是 見支撐不是支撐 現在是空方的修正 我講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有學過技術面 你應該知道 這地方是空方的修正 那它只是試圖足底 這個底不是任何人能預測 能不能成功 它是真的要看國際的油價 我講你跟著我操作有什麼好處 這是每一天的傳真稿 這是1月25號 我們列舉1月25號傳真稿 7600到7980區間整理 壓力找賣點 支撐在買方 個股的表現 每一天都會教你 從技術面教你 到底這是什麼樣一個格局 你每一天除了跟我賺錢之外 你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這是每一天 收完盤後的盤後稿 這次特別會員 我強調這次特別會員 每一天早上的盤前稿 最新的研究報告 包含了所有的消息面 利多消息利空消息所有的消息面 包含KDRSI的分析 包含了所有的技術分析 每一天都迫使各位 你一定要去學習 在股票市場你要成為贏家 我說過兩個重點你必須做到 第一個重點你就是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有正確的觀念 第二個你一定要有基本功 大盤跌了1244點 每個人都說很厲害 或是每個人都說他不一樣 沒關係你就叫他講一句話 就是說從887有沒有一個老師 帶所有的投票 做的任何一檔股票 全部都賺錢了 我告訴你我就是 這個節目都有錄影你去查 除了最後一檔 我們做第二趟股票 還是在這家園附近 新買的都已經開始在賺 我們任何一檔股票 沒有讓各位賠過錢 你今天如果再說厲害了 你就要講這句話 看敢不敢講 這是有錄影的 我跟各位講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在整個操作當中 你看這是前兩天 我們在大跌的時候 買進的資料我也給你看 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我也不遮掩 我就跟你講說 再大跌我敢買 那天果然金 但是到昨天大漲之後 我反倒提醒你 這地方你不要興奮 漲不上去 你從量價結構 跟從基本面看 這只是一個整理格局 它還在稀波修正 那能不能守住 這地方還會被破底 我剛才已經講過提醒你了 如果油價破前低 指數只要看到7627以下 台北股市下一個支撐 就是7200 至少還要修正400點 那我當然不希望會來 我當然不希望 因為我很希望是大家都賺錢 所以在這個階段 我一直跟各位講 這兩天 來 你還是要重新記取 股市世界的觀念 股市世界觀念 絕對絕對不能持股太多 萬一你敢說 有一個任何人在這邊敢 跟你保證說 油價不會破前低嗎 跟你知道 當油價破前低的時候 那個主權基金 要賣多少股票出來 而你去換算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哇完蛋了 大盤一定破低了 而且要到7200 那個是可以換算的 你可以看他們要賣多少 財政次數多少 你可以計算的 所以有沒有人敢跟你講 油價絕對不會破低 我告訴你 我當老師當了16年 我從民國75年進入股市 從營業員開始做 研究員開始做老師 大概75年到現在 已經將近30年了吧 我都不敢說 油價不會破低 跟股票市場就是這個樣子 我沒有預設過任何立場 但是我要提醒你 怎麼去學會保護你 我想很多人做股票 他都是怎麼樣 在這邊聽的消息面來做 聽消息面 我說過了 當你看到報紙新聞出來的時候 已經是第六手了 你根本不可能賺錢 但是各位知道嗎 為什麼過去疊這1000多點 我敢跟你保證說 我做的每一檔股票都賺錢 大概有16檔17檔了 我們是一檔買進 一檔賣出 一檔買進 這樣一檔換一檔慢慢來做 各位你知道我 為什麼敢跟你講說 我一定賺錢呢 來 我告訴你 我選股的紀律 絕對嚴格遵守這三點 一個是我找尋基期低的 或是轉折再起的 第二個我一定找尋有提財的 第三個我一定找尋有財報的 我舉個例 我最近在這節目當中 我跟你講一些軋工的股票 你回去看 這些股票不管大盤怎麼跌 他都一直逆勢在漲 這裡面我列舉四檔股票給各位看 第一檔股票就2356的音業達 各位這是在1月22號的資料 1月22號 我拿1月25號的資料好了 拿新一點的資料 我每天都在做追蹤的動作 你看這2356音業達 這是1月25號 我先給你看 這是昨天 你看那融資 都一直在軋空 你如果回過頭來看 你看這音業達的K線 我們就不要說看長 不要說看這麼長 說老師這麼長 他都一直一直在漲一直在漲 我給你看 你看音業達一直漲 為什麼 因為他是物聯網的股票 因為他軋空 我再給你看 重期2419的重期 最近 最近剛剛開始軋空的 有沒有看到 外資一直買的 成交量一直放真的 有沒有 一直軋空的 我把軋空給你看好了 為什麼我最近一直跟各位講 你要注意軋空的股票 因為在這個地方 只要是有基本面的 只要在這邊有基本面的 有題材的 他都一直軋空 來 各位你看 2356的音業達 融資降到最低 融券暴增 短期轉強 音業達一直軋空 有沒有看到 這個股票就從左下角 一直漲到右上角 來你看2419的重期 最近也是融資一直大放 融資一直放空 大幅增加一直在軋空 你再看我跟你講的 智邦2345的智邦 更誇張 我真的不騙你 來你看 融資是15927張 融券8693張 來股價今天再創新高 一直軋空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有沒有 融資16854張 融券一直在軋空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一直在軋空 最近的這檔股票 另外一檔叫做628的康書 628康書 融資21423張 融券5143張 有沒有一直在走高 有沒有一直在軋空 外資也站在買方 都是大買小條節 這些軋空的股票 我告訴你 只要融券不死 它就一直會漲 那麼其中當然這裡面有機期比較高的 比如說像智邦是機期比較高 音樂達機期是屬於中間跟重期 康書機期比較低 那大盤的主流就在兩個族群 第一個族群是什麼 所謂物聯網 你看喔 音樂達是物聯網 智邦是物聯網 重期是物聯網 只有康書是車用電子 車用電子到底好不好 我們來看 各位 各位這檔股票叫3552的銅字 這檔股票叫3552的銅字 今天這兩天創新高 你再看一檔 1536的核大 有沒有 今天也創新高 這些都是車用電子 所以為什麼過去我一直跟各位講 其實你可以注意這些股票 不管是352的銅字 1536的核大 或是6282的康書 在所謂車用電子這一塊 那個今年產業都是透明度非常高的 那你回過頭來看網路的股票 網通的股票 物聯網股票 不管2356的音樂達 軋空 然後2345的智邦軋空 2419的重期軋空 6282車用電子的康書軋空 然後你再看過去5年來平均的配股 你看音樂達1.01到0.65 0.8 1.6 1.75 這是近5年的配股 你看6282的康書 車用電子做充電裝的 做充電槍的 99年配1.299 100年配0.699 101年配1.499 102年配1.797 103年配1.528 去年賺2塊1 也是軋空的 然後智邦呢 在這張 99年配1.77 100年配1.474 101年配1.494 然後106年配0.913 103年配1.075 你都可以看這些配股 你都可以看這些配股 然後重期 100年 99年配1.185 100年配1.32 到前年是最低 去年開始由股底開始翻揚 所以最近股價表現得非常強勢 2419的重期 最主要原因又是軋空 所以我說過 你可以最近注意 像英業達這種股票 像康書這種股票 像智邦這種股票 像仲奇這種股票 如果你在產業的尊重 比如說我去選擇物聯網的股票 我選擇車用電子的股票 像352的同志 在這邊這兩天還在創新高 像1536的核大 有沒有 這兩天今天又持續創新高 所以他都告訴你 不管是物聯網車用電子都是好的 但是我還是要回過頭來提醒你 我講得非常清楚 黏上前線告訴你未來 當你看到油價破前波新低 當你看到7627再跌破的時候 台北股市只有往一個支撐 就是7203走 我過去一直跟各位講 在股市裡面就是有所謂的世界 你一定要把握這原則 此股絕對不能太多 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除非有一個人敢跟我保證說 油價不會破前波新低 因為我都計算得非常清楚 油價在什麼地方 台股一定破底 一定來720 油價反彈到哪裡才是多頭 我想這些我在前線百分百 都跟各位報告非常清楚 如果想知道 未來台北股市趨勢架構的人 明天晚上10點到12點 你可以收看前線百分百 我會跟你做精疲分析 那想在這個階段 調整持股做好準備的人 甚至在這個區間震盪做好調整 甚至想逢低布局買進一些軋空的 或者有題材股票的人 你可以把握節目中廣告知情專線 歡迎來電跟我們聯絡 時間關係我們進一段廣告 下個階段回到現場 我們再來聊 光喝乳酸菌不夠 益生菌快餓死了 三多膳食纖維是益生菌養分 益生菌越多排便就順暢 別讓益生菌餓死 三多膳食纖維 再忙也要請頭皮喝杯咖啡 直催五六六咖啡因洗髮露 深度互柔 根部蓬鬆 長效精爽一整天 直催五六六咖啡因洗髮露 你會上癮哦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騎貨股票雙震照 騎股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257角-1155 257角-1155 大嵐 我想體力 外國外人都省道道 來 喝這罐三多膚體康 這罐抗壓的幾六罐 有膚吸胺酸生態增強體力 夠高概化維生素低三 留住骨本身體好 三多補體康 全營養一罐就滿足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期股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257角-1155 257角-1155 洗剩時蛋白質會流失 可補充三多奶蛋白 或三多奶蛋白加三多低蛋白 營養有精神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257角-1155 257角-1155 哇 為什麼肌股這麼水嫩Q頭 好 因為我有沙拉沙拉水茉莉 日本專利波尿酸 洗澡就像敷面膜 超水美肌天天談戀愛 真的好談 沙拉沙拉水茉莉沐浴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歡迎再度回到板田戰法的現場 我最近在春節之前 在錄製板田戰法的三本教材 所有的教學 那也是希望藉著春節這個時段 讓大家對技術面這個東西 多學習一下 那台北股市這個階段 到底是什麼行情 我講得非常清楚 趨勢只有三種 一個叫上升趨勢 一個叫下降趨勢 一個叫盤整格局 目前台北股市在下降趨勢當中 空方市場當中的 C波的一個 所謂修正波 主跌段 那短線呢 是從C波的主跌段 進入 橫盤 相形格局的盤整格局 這個格局在7600到8000 來回震盪 當來7600 我一定會告訴你 趕快把握機會 當靠近7900 8000的時候 我一定告訴你 再一次的做減碼的動作 那選股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未來台北股市 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我先告訴你 大方向是空方修正 如果下一個階段 油價跌破前低 台北股市破7627 再從支撐面看 只有7203 那個時候 一定還有四五百點的空間 你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那我沒有預設說 它會破不破 但是 會破不破 明天晚上前任百分百 我用我個人的意見 跟你表達 你可以仔細看 跟著我操作 除了每一天 學習賺錢之外 有賺錢之外 各位 還有在所謂傳承稿的上頭 每一天一定會教你很多東西 特別是在技術面 跟基本面的部分 跟著我操作 除了一般的客戶之外 散戶有所謂傳承稿 大戶還有每一天 最新的研究報告 他都會把國際的資訊 跟各種的技術分析 更精闢的跟你做一個說明 這就好像如練功一樣 每一天都去學習 將來你一定會成為最大贏家 為什麼台北股市跌1244點 每個人或是絕大部分的人 都說很厲害 可是卻沒有一個人敢跟顧老師一樣 他告訴你 我從887做了15 6檔股票 都是一檔接一檔 有買有賣 再換一檔 有買有賣 每一檔都跟你賺錢 我敢肯定講這個話 有沒有人敢講 沒有 我們就拿事實證據 錄影給他存證就好了 為什麼去賺錢呢 很簡單 一個原則 慎選股票 一定是慎選股票 一定找尋有題材性的股票 我說過在這個階段當中 你想要成為贏家 很簡單的道理 你絕對要立守一個原則 遵守股票的紀律 第一個 我跟各位報告 我說16年來 我所看到的唯一答案 一點都不會改變的 必死無疑 必輸的犯了這個戒律 第一個 持股太多 第二個 道聽途說 第三個 追高殺低 第四個 信用擴張 持股太多 賺小賠大 贏少輸多 套一句閩南語 你應該提過這個禮語 探幾家尿氣 撩幾家補 老鼠都很小 賺都是一兩塊 賠幾十塊量賠 道聽途說 然後追高殺低 很多消息出來就買 有的人很奇怪 他只有在漲的時候才想買 跌的時候你就要買 他都不敢買 然後追高殺低 信用擴張 你做股票一定要嚴守這個紀律 選擇積極低的 選擇有題材的 選擇財報的 我最近不是列舉嗎 舉例 我不是叫你買這裡面 任何股票都不叫你買 只是告訴你 就像我在先前跟各位講 介紹這四檔股票 2356的音業達 2382的康書 2345的智邦 2419的仲奇 各位你來看看 今天台北股市盤中 最多跌94點 各位 這四檔股票全部都是紅的 為什麼 我一直跟你講 搭空股票是這樣子 其實法人要搭空 他也會去看什麼東西 看三個地方 他第一個看籌碼 這個地方籌碼安不安定 資券的變化 所謂的籌碼就是說 融資 融券比 他都會把這數字看得很清楚 比如說音業達 融資21233張 融券5606張 比如說628的康書 融資21330張 融券衝到5168張 然後智邦19565張 更誇張是融券放到8300 然後仲奇是17221 融券是放到3928張 這是短期快速放的 都被嘎了 那這種融券不死 他就漲勢不止 就是這樣 你就一直盯著這個融券看 可是他們除了看籌碼之外 他們一定要看一個基本面 他們都是用過去5年的平均股息 來做一個研判 比如說音業達 從99年配股的情況 是怎麼樣 6282的康書 從99年到103年配股狀況怎麼樣 然後99年到103年 智邦配股怎麼樣 仲奇配股怎麼樣 他們一定會謹聽這個 他們除了看籌碼之外 再看所謂的財報之外 他還會看產業的題材 可能這兩年 大家都知道物聯網會好 這是法人圈 物聯網會好 車用電子會好 我都跟你舉過例 比如說車用電子 為什麼他鎖定要 這個所謂嘎空康書 很簡單你去看核大 你去看352的同志 你去看K線有沒有 都一路創高 你看1536的核大 是不是都一路創高 這就告訴你這個產業是沒問題的 好你再去看所謂的這個網通 2536的音樂達一路創高 2345的這個所謂的資邦一路創高 再來這個所謂的2419的重期有沒有 近期也是一路創高 他都有一個共通性 他都會找三個題材 第一個他從籌碼去鎖定 哪些在嘎空的 我告訴你一補量就上去 一補量就上去 一大買就上去 一大買就上去 然後他看基本面 再來他看題材 所謂的題材就是說 你看這裡面四檔股票 他就是集中在兩個產業 音樂達 智邦 仲崎 他就是網通的 他就是物聯網的 628的康書 也跟音樂達一樣達到嘎空的標準 他是屬於車用電子 你再去看他的基本面 他為什麼去嘎空 有什麼條件 好 2356音樂達 他獨吞小米大訂單 物聯網裝置今年起大量出貨 切入雲端大數據熱門產業 伺服器成長超過兩成 外資投信連鎖的長期買進 然後這個地方 融資券已經達到嘎空標準 你再看628的康書 他為什麼去嘎空 中國為了解決 埋害電動車的概念股 他打入了美國的Tesla 跟歐洲 還有中國大陸 美國 歐洲 中國大陸三個最大的 全球市場的大陸充電槍 充電樁跟充電槍 然後新一代的燃料電池 也加入了營運 非兵的擴產 今年提升60%到80%的產能 今年呈現兩位數的成長 外資位於現今的起漲區 是連續的站在買方 大買小條 與過去音樂達相同 已經達到嘎空條件 MACD翻正值中間翻多 你看為什麼智邦他敢大買 嘎空 2015年營運足跡的成長 2016年漲望家 因為產業今年聚焦六大主軸 像大數據開放性的網路 物聯網世界交換器 智慧工廠無限雲端 然後你看重期他為什麼嘎空 北美市場出貨暢望 台灣新一波的4G建設啟動 中南美市場寬頻上網需求大增 去年12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法人外資投信大買 各位 不管是2356音樂達 不管是628康書 不管是2454智邦 不管2419的重期 其實這些都是在嘎空的股票 再看看過去5年的配股配息 外資其實去嘎這股票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不信 這些龍券不停止 我告訴你這些股票都會一直創新高 常常我們聽一句話說 龍券嘎空不死 大盤走勢就不止 同樣個股也是一樣的道理 因此在這個階段 我們還是提醒大家 如果在2016年 你真的想成為贏家 麻煩你來找我 一定要嚴格遵守 股市世界 以及選股在這邊操作的一個紀律 你可以找尋基期低的 或是轉折再期的 你也可以找尋那種題材的 不管是車聯網 物聯網 甚至將來蔡英文當選 生物科技 你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你一定要注重財報 股市世界 選股的紀律 如果你都能把持住 現階段趕快調整好 不管將來要不要回到7200 或是整理過後向上噴出 明天都會告訴你這個答案 想要求贏家 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有任何問題 歡迎你來找我 祝福你 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頭時間再會 拜拜 來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光喝乳酸菌不夠 益生菌快餓死了 三多膳食纖維是益生菌養分 益生菌越多排便就順暢 別讓益生菌餓死 三多膳食纖維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固德投顧就是 GOOD 02-257角-1155 257角-1155 有寶恩套歐北道 正光金絲高 不含戴克菲尼 不傷肝 正光家衛金絲高 更有效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固德投顧就是 GOOD 02-257角-1155 257角-1155 蓬蓬呼呼囉 蓬蓬幫您呼呼呼 呼氣呼 蓬蓬幫您呼呼 蓬蓬幫您呼呼呼呼呼 呼吸呼 激膚嫩嫩又蓬蓬 蓬蓬呼呼好舒服 Nice蓬蓬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资金帮您创造澳洲